哈喽,小朋友早安 我是真正老师 今天我们又要来上课啦 今天呢,我们用到的课本 总共会有两本 第一个是这一本课本 阅读本 还有呢,第二个课本是 今天的功课,凭两本 总共会用到两本哦 如果今天的影片小朋友觉得太长了 那大概在上课30分钟的时候 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去上厕所,喝水,或者吃一点小点心 但是呢,真正老师说 你可以休息,可不可以像这样子 只有上课大概5分钟 你只有上课5分钟 然后你就说 哦,我好累哦 我不要坐在这里 我不要看 如果真正老师知道有这样子的小朋友 我会请妈妈告诉真正老师 等到回学校的时候 然后,全部的小朋友都 好吧,有礼物 那一个不认真上课 都没有坐下的小朋友 你的礼物就是真正老师的 好吗? 所以啊,请你 虽然在家里 不能看到小朋友 也是看不到真正老师 但是,还是要认真上课 好吗? 好啦,今天我们要快点开始上课 不然会上不完 准备开始咯 来,现在呢 请小朋友 先拿出这一本课本 阅读本 找到了吗? 接下来,请你翻开阅读本 第十八页 这一页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地方 小朋友,请你看一看 在这一课上面的图片 有三个人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谁呢? 哦,这一个头发已经变成白色了 他是奶奶 奶奶 那么,这一位 他是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的手上拿着一台照相机 或者也可以说相机 或者也可以说相机 相机 相机就是camera 这里 有一个弟弟 弟弟 他正在拍照 好 好了 我们来念一下课文 等一下 珍珍老师念一次 请你跟我念一次 请你跟我念一次 准备开始咯 第五课 第五课 拍照 课文小故事 课文小故事 我们要开始念这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咯 今天 今天 天气 天气 很晴朗 我和爸爸 一及 去散步 沿途的 景色 真美 蓝蓝的 天空中 飘着 一朵朵 白云 好像 软绵绵的 棉花 微风吹 绿色的 树叶 轻轻的 摇动着 就像 在跳舞 一样 爸爸 拿出 相机 要拍照 我对着 镜头 做出 最酷的 姿势 和表情 爸爸 把 洗好的 照片 拿给 奶奶看 奶奶 笑着说 我的 小孙子 长大了 越来 越帅气 喽 大家 听到 都 开心的 笑了 好 这里他说呢 今天天气 很晴朗 很晴朗 晴朗 就是晴天 小朋友 有记得 什么是晴天吗 晴天 就是 天空上 有太阳 所以 今天是 有太阳的晴天 我和爸爸 他们去散步 散步就是呢 去外面 走路走路 沿途的景色 很漂亮 他们看到什么呢 他们看到 蓝蓝的天空 蓝色的天空 里面有 云 什么是云 云就是在天上 哇 这里现在没有 云就是在天上 白色的cloud 知道云吗 而且 还有看到 绿色的树叶 所以呢 蓝色的天空 绿色的树叶 真漂亮 爸爸拿出了他的照相机 他要tap picture 所以呢 弟弟 他就做出了 so cool 很酷的 pose 爸爸 爸爸把 爸爸把 picture 给奶奶看 这个是奶奶 奶奶很高兴 他说 哇 这个小朋友 长大了 变得很帅哦 好了 我们来看看旁边的功课 真真老师念一次题目 请小朋友跟着念一次 我们先来看上面的第一个地方 阅读 阅读 动 动 脑 一 故事中 提到 沿途 有哪些 风景呢 在 圈圈中 打 钩 什么是风景 风景就是像view 你们知道view吗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来 我们看一下哦 刚才呢 他说 这里 蓝蓝的天空中 飘着一朵朵白云 什么颜色的天空呀 蓝色的 而且呢 上面有云 所以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在 这里 接下来 还有 一个风景 我们看一下 他说呢 绿色的树叶 轻轻地摇动着 绿色的树叶 绿色的树叶在哪里 找到了吗 在这里哦 接下来 我们看下面这个地方 珍珍珍 珍珍老师 念一次题目 二 故事中 的 奶奶 看到 什么东西 后 就笑了 请圈起来 好 刚才 我们在前面的 看一下 在前面的这一个图片里面呢 有一个奶奶 奶奶很高兴 她正在看什么东西呢 奶奶她正在看一本很像书的东西 这个 这个 是功课吗 有小朋友说 珍珍老师 是这一个 是功课 不是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 picture在这里 这个呢 它是一本书 里面会放你们的照片 放很多的picture 放很多的photo 所以奶奶她在看照片 看谁的照片呢 哇 看 弟弟的照片 所以奶奶看到弟弟 很高兴 我们要把谁 圈起来呀 要把弟弟的照片 圈起来哦 好的 接下来 请你翻开下一页 我会念 pip me 在这一页呢 一样要跟着 珍珍老师一起念 而且还要写上 注音符号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来 第一个 请你念一次 呢 呢 请小朋友 帮珍珍老师 写上 呢 写好了吗 写好了吗 好 我们来 念一次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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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夫 种 田 去 全身都是你 好了,接下来请你看到 了,了,了 请你写上了 写好了吗? 好了,我们再来念一次哦 了,了,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只老鼠 爬楼梯 念得很棒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主音符号 是七 七 小朋友,请你帮我写上七 好了吗? 我们来念一次 是七七七 骑马 真有趣 全家 一起去 一起去 来,我们念下面一个 在这里 西 西 请小朋友写上 西 好了吗? 来,请你跟真真老师念一次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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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 沾点 盐 味道 鲜 又 甜 来 来 接着 鱼 鱼 小朋友 请你写上 鱼 好了 我们念一次哦 我们念一次哦 鱼 鱼 大大乌云里 藏着 小雨滴 再来 再来 请你看到 A A 请小朋友 帮我写上 A 好了 我们来 念一次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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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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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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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了 这一次呢 他不是只有一个注音符号 他是一凹腰 请小朋友写上腰 写好了吗 我们来念一次吧 腰 腰 腰 扭 扭 腰 踏 踏 脚 跳舞 乐 趣 真不少 好了 我们的扑 扑 摸 全都念完了 小朋友请你不可以忘记哦 接着我们翻开这一页 请小朋友呢 先看上面这里 练习 练习 拼一拼 练一练 把注音 写在格子中 好 好 这个我们之前写过了 还记不记得 真真老师说呢 要看这两种线 没有动动的实线 还有很多破掉很多动动动的虚线 有没有记得真真老师有说要看这个线 今天我看谁的眼睛很棒 可以看清楚 第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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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实线在这里连过来 要 现在这里哦 是这一条线哦 一样的 请小朋友写上 料 写好了吗 不要忘记写 四声 每一次都有小朋友 忘记写 声调 来 接着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小朋友 小朋友请写上 尿 好了吗 接着 我们看 旁边 七 鱼 取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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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小朋友写上 取 鱼 记得要写 记得要写打钩的三声哦 记得要写打钩的三声哦 最后一个 是什么呢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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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小朋友,请你写上三双的许 写好了吗?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这一题 珍珍老师要让你们自己写了 来,珍珍老师念一次 看图念一念 在挂号中 填入 正确的注音 珍珍老师以前说过 正确就是对的 好 上面有三个注音,有没有看到? 来,我念一次 第一个注音 七腰 敲 敲 接着 接着 第二个 敲 鲍 鱼 鱼 鲟 鱼 好哦 这个 鲟 鱼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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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要看一下小朋友 第一个,他叫做绿叶 绿叶 请问绿在哪里? 哪一个是绿? 绿,请你写上去 叶叶叶的绿,不要写错咯 再来 第二个 敲门 敲门 哪一个是七七七敲门? 找到了吗? 小朋友要加油咯 接着呢 第三个 小鸟 小鸟 哪一个是 哪哪哪哪 哪哪哪哪 鸟 在哪里呢? 好 写完了 接下来 我们来说 今天的回家功课 如果小朋友呢 你已经很累了 你的眼睛不舒服 现在请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上厕所 上厕所 洗洗手 可以吃一点点心 或者可以喝水 请小朋友休息一下 如果你休息好了 我们继续看今天的功课 今天的功课是 评两本 今天的功课很简单 所以呢 真真老师会讲得比较快 来 小朋友 请翻开评两本 第十八页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的地方 他说什么呢 一 请将 有了 的图案 圈起来 他说什么 要把谁 圈起来呀 要把 了 小朋友 你们 可不可以 自己 找到 了 在哪里呢 请你 要把 了 圈 起 来 听清楚 是 圈起来 接着 第二题呢 他说 二 请连到 相关的 注音符号 相关呢 就是 一样 快要一样 他们是好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他有四个 注音符号 有四个拼音 他说呢 有四个拼音 他说呢 请你找找看 里面有没有 一 或者有没有 一 然后把他们连起来 比如说 里 了 一里 他下面有什么 一 所以他就要跟一连起来 这个功课 这个功课很简单 小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把它完成哦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一题 他说呢 三 请念一念 词语 再圈出 正确的 正确的 图案 真真老师 念一次 请你看一下 是哪一个图片 是哪一个picture 才是对的 第一个 打鼓 打鼓 小朋友知道打鼓吗 打鼓的声音是 咚咚咚 咚咚 咚咚咚 哪一个 他的声音 才是 咚咚咚 哪一个呢 再来 第二题 哈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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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在笑 很高兴的笑 请问下面 哪一个 哪一个小朋友 他正在 哈哈笑 请你把它 圈起来 接着 我们看 这一题 四 四 请依照 句子 画线 画线 连 一 连 我们又要来 连连看了 好 怎么做 真真真老师 告诉你 一次 第一题 他说呢 奶奶 哈哈笑 有没有看到 奶奶 哈哈笑 所以 他问你 奶奶 有没有看到 一样 奶奶 哈哈笑 哪一个才是奶奶 哈哈笑 在哪里呀 请你把它 连起来 会吗 第二题呢 请小朋友 自己写咯 第二题 真真老师 念一次 他的题目是 爸爸 帮我拍照 可不可以 自己写啊 小朋友 加油咯 好的 接着 请你翻开 下一页 这里 也是 太简单了 我们看到 上面的 第一题 真真老师 念一次 第四题目 一 请用蓝笔 圈 呗 用红笔 圈 N 这一题 他说 请你用蓝色的笔 蓝笔 把 笔 圈 圈起来 有没有听懂 这里有很多的注音符号 对不对 所以呢 请你用蓝笔 请你用蓝笔 笔 圈起来 再来哦 用 红笔 红色的笔 圈 N 所以 这一页 我们需要使用到蜡笔 因为你的银笔 因为你的银笔不能用蓝色和红色 对吗 好了 接着是第二题 他说什么呢 二 请念一念 在格子中 填上 正确的 图案代号 这一题 怎么写 他说呢 这里 有三个图片 上面都有写 一 二 三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他要请你看一下 来 真真老师念一次哦 比如说 第一个 第一个 他的注音叫做 女生 女生 请问 一 二 三 哪一个 哪一个 女生 请你在 这一个格子里面 写一 还是写二 还是写三 再来 第二个 他写 绿叶 绿叶 摇 绿叶摇 绿叶摇 就是绿色的叶子 他在摇来摇去 哪一个是叶子 是一 二 还是三 好啦 最后一个 他叫做 绿罐 绿罐 绿罐呢 他就是像bottle 像瓶子那样子 可以 里面可以装 水 还是可以装 Juice 他是一种拿来装 东西的容器 叫做 铝罐 哪一个是铝罐呢 请你 找找看咯 好 最后一页啦 他说 看上面这里哦 三 请看图 念一念 把对的 画圈 错的 打擦 他说呢 我们这里 有三张图片 真真老师会念一念 请你看 哪一个真真老师念的 才是对的 来 第一题 第一个 真真老师念一次 是树叶 树叶 你觉得 它是树叶吗 如果不是 请你打 叉叉 再来 棉被 你觉得 这个是睡觉的 棉被吗 如果是 请你打圈圈 好 第二个 真真真老师念一次哦 女生 她是女生吗 歌曲 她是在唱歌吗 再来 再来 第三个 奔跑 请问 这个 奔跑 就是跑步 就是running 这个 它是跑步吗 它在running吗 再来 珍珠 珍珠 以前我们上课好像有讲过 珍珍珠 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圆形 很漂亮的 珍珠 好的 最后一题咯 她说呢 她说呢 四 请把 相同声调 的 话线 连起来 什么是声调 声调就是 一声 二声 三声 四声 所以呢 来 珍珍老师看一下好了 声调就是这个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这个呢 一声 二声 三声 四声 它就叫做声调 现在他跟你说啊 请你把声调 一样的连起来 这个 它是四声 所以请你找找看哦 谁跟他是一样的 请你连起来 请你连起来 其他的小朋友 自己写 可以吗 好了 好 今天的功课 讲完了 谢谢小朋友 小朋友 不要忘记 在写完功课以后呢 要请妈妈 帮你的功课 拍照 给珍珍老师检查 好了 小朋友 拜拜 拜拜